内阁陆续就位 一力一修成了率先开刀的对象 但企业已经等不及了 开业一天就继续亏损一天 还没等到政府开口 就先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就是说非常的复杂 让很多人都不晓得该怎么去计算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让它比较更单纯 将来因为考量到中小企业 它的负担的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种 进行加班时数两个小时四个小时 都有不同的算法 工商界的版本是希望统一 上市公司就直接给2.5倍薪资 中小企业给两倍 谈性工时每个月上线 加班46小时 工商业界这一次想用总量来管制 还有特休假也希望能从员工 自己决定变成劳雇双方来协商 下个礼拜就会送交立法院 但听在经济部长沈荣金的耳里 不以为意 因为工总也不能代表全部产业 说仍然还要做整体考量 维护我们这些劳工的潜力 但是也希望给我们产业界有一个弹性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 那我们也去跟劳动部一起合作 再来我们就利用立法院这一段时间来听听 我们民意代表国会 经济部表是已经跟劳动部取得了初步共识 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在周四直接表态 会倾听民意 还会到立法院接受立委直询 预计最快10月底就会公开新版本 其内阁起手是瞄准烫手山月一丽一休 工商团体趁这个难得机会自提版本 就看赖清德如何接招 记者王志文终于台北报道